大家好,我是晨宇 大王豪莎士比亞留下了許多筷智人口的作品 但就在他的四大悲劇中 就有一齣劇被眾人稱為被詛咒的戲劇 裡頭不僅充滿了巫術、鬼魂與鮮血 甚至會讓演出的演員發生意外 這齣詭異的戲劇究竟演了些什麼?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馬克白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南的西方有個名為蘇格蘭的國度 就在某一天 蘇格蘭的天空竟然開始電閃雷鳴 而在這一道道閃電下站著三位女巫 他們看著天空大聲說道 我們將會一起見到馬克白啊 在女巫口中所提到的馬克白 是一位將軍也是當時蘇格蘭國王的表弟 他剛與戰友班科一起擊退了叛軍的入侵 當兩人即將凱旋歸來時 那三位女巫卻從速從中突然出現 並預言來迎接他們 而兩位女巫急忙看著馬克白說道 你將會成為蘇格蘭的爵士啊 但第三位女巫卻說出了不同的預言 他看著馬克白與班科緩緩說道 馬克白將會成為未來的軍王 而班科雖然沒那麼幸運 但他的福氣將會讓他的子孫成為一國之主啊 三位女巫一說完便消失在了風中 馬克白雖然急忙命令他們把話說清楚 但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畫為一堆泡沫 當馬克白班科兩人正在沉思這預言的內容時 國王的使者充滿地趕來 並趕緊向馬克白說道 陛下已經知道獲勝的消息了 他說您現在就能加上爵士的稱號啦 兩人一聽到使者的話便驚訝地發現 女巫的預言成真了 國王對兩位將軍的歸來感到十分的驕傲 並決定要前去馬克白的城堡留宿一晚 想和自己的表弟一同感受勝利的喜悅 沒想到現在的馬克白滿腦子都是女巫說自己即將成為國王的預言 他急忙寫信給他的妻子 告訴他女巫所說的預言與國王要留宿的消息 當馬克白夫人一看見信中的文字後 心中便充滿了邪念 當馬克白和國王都來到城堡時 夫人便急忙跑去向馬克白說道 國王經過這天的路程一定會睡得很熟的 你只要拿刀刺進他的心臟 國王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你可千萬別當懦夫啊 馬克白一聽見要親手奪去國王的生命 眼前便開始出現了許多沾滿鮮血的幻象 但為了不讓自己的妻子績笑自己不是男人 便還是決定要在國王熟睡後展開行動 就在當晚的餐會中 夫人偷偷地在國王貼身侍衛的酒中放入了迷藥 讓他們在當晚完全失去意識 在一切的就緒後 馬克白雖然害怕得全身顫抖 但還是聽從了妻子的指揮 將匕首深深地刺進了國王的身體 並在國王停止呼吸後 將沾血的匕首放到了酒醉的侍衛手中 就在隔天的早晨 蘇格蘭的貴族阿列與麥克前來迎接國王離開城堡 當當麥克打開房門時 映入眼簾的卻是國王滿身血跡的躯體 他急忙叫來在外等候的眾人 馬克白一看見國王的躯體和握著凶器的侍衛 便假裝悲痛的舉起武器 奪去那兩個酒醉侍衛的生命 並假猩猩地說道 我實在無法忍受凶手還活著 我要立刻為國王報仇血恨啊 站在一旁的貴族麥克看到這一切 便認為指使侍衛行兇的一定是兩位王子 馬爾康與阿班 這國王駕崩和嫌疑犯是王子的消息 很快便傳了出去 兩位王子為求自保成被迫逃離了蘇格蘭 這逃跑的舉動反而被所有貴族認為他們就是兇手 因為如此作為國王表弟的馬克白 也順理成章成為新任國王 雖然女巫的預言成章讓他十分開心 但女巫對另一名將軍班科所說的那句 班科的福氣將會讓他的子孫成為一國之主這句話 卻讓他感到深深的不安 就在馬克白正式登基成為國王後 他對班科的害怕也到了極致 便在皇宮中安排了酒會 邀請班科和他的兒子弗里恩斯一同出席 但其實馬克白早已在皇宮中安排好的刺客要了結他們 就在班科有兒子一踏進皇宮時 曾經身為將軍的班科一眼就看出這裡有刺客埋伏 便急忙轉頭向兒子說道 你快逃啊 這裡有爸爸擋著 你在未來要記得為我報仇啊 但刺客口中 博里恩斯逃脫的消息 還讓馬克白感到無止境的恐懼 這樣的情緒讓他陷入瘋狂 沒想到他居然在酒會上看見了班科的鬼魂 而那鬼魂就坐在皇位上 搖著他沾滿鮮血的頭髮 馬克白一看見鬼魂便瘋狂的對著他 大聲咆哮 但其實那鬼魂只有馬克白能看見 當眾人看見鬼魂那鬼魂的舉動時 也紛紛騷動了起來 馬克白夫人只能趕緊出面 讓所有賓客離開這尷尬的酒會 身受鬼魂困擾的馬克白只能急忙尋找當初那群女巫 想要了解預言的真相 那群女巫其實是亡靈女神黑卡蒂的部下 當馬克白一見到黑卡蒂與女巫時 女巫便開口說道 就讓你從我們的信仰中聽到真實的預言吧 說完便透過黑卡蒂的力量召喚出了許多的幽靈 第一個出來說話的是一顆待虧的頭顱 他將馬克白要小心當初發現國王驅體的麥克爵士 而後面又來一個全身嗜血的英靈 他說任何有女人自然產下的孩子都無法傷害馬克白 最後來了一個帶皇宮的小孩 他說馬克白永遠不會被人打敗 除非樹林自己往高山移動 聽到這些自己一定不會被打敗的預言 他的心瞬間放鬆下來 但他依舊需要除掉預言中那個可能帶來不幸的 麥克爵士 就在得知預言的當天 馬克白便急忙打聽麥克爵士的去向 原來受不了馬克白暴政的麥克已經逃往英格蘭 找到了當初遭到誣陷的王子馬爾康 想揭竿其意躲回王位 得知麥克已經逃走了馬克白便憤怒地派出一大群刺客 潛入了麥克的城堡 就在一陣血腥的攻擊後 麥克所有的親人包括契爾在內都倒在刺客的刀下 前任國王的使者得知著殘忍的一切 便趕緊通知了在英格蘭的麥克 他全家老小慘遭奪命的消息 深感悲痛的麥克與馬爾康便立即率領軍隊進攻蘇格蘭 而這支反抗軍為了掩蓋蹤擊便紛紛砍下樹枝偽裝成樹木 鬼魂口中樹林自己往高山移動的預言便真實在蘇格蘭上演 反抗軍就這樣佔盡壓倒性優勢將政府軍一一擊敗 就當馬克白終於在戰場上遇見麥克時 馬克白便瘋狂地說到 所有人都無法擊倒我 我是不會被任何女人所生之人打倒的 沒想到麥克舉起武器笑著說到 我可不是女人自然生產的孩子 我是剖腹出生的 說完便一刀砍下馬克白的頭顱 實現了最後預言 就在不久之後 馬爾康王子也被加冕為新任的國王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馬克白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於西元1606年左右 創作的一部作品是沙翁筆下最短 也是他最受歡迎的一齣悲劇 與李爾王、奧塞羅和哈姆雷特 並稱為沙翁四大悲劇 上回我們也說過哈姆雷特的故事 包含還沒看過的你放在上方的資訊卡 馬克白這部作品 在劇中用到大量的巫術鬼魂與奪滅的橋段 當時的人甚至認為它是被詛咒的戲劇 不會直呼其名 而會稱呼它為那出蘇格蘭劇 許多馬克白演員在演出後 也常因為不明的原因受傷或發生意外 因此在當時也發展出在演出後原地轉三圈 或在左肩吐口水之類的詛咒破解法 但若將聯誼的元素放在一邊 其實能感受到莎士比亞對於人心道德轉換的細膩描寫 只因為女巫一句似是而非的預言 讓馬克白從一個忠心的將軍 成為一個無情的奪命機器 一開始的他還會因為要親手奪去國王性命而害怕發抖 但當一言成真後他開始冷血的除掉當初的戰友 到最後為了保住王位 即使了結一整個城堡內的生命 也毫無感覺 這些小段其實是莎士比亞對於人心的諷刺 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故事中的馬克白 我們時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 當一個人面對利益或誘惑時 會怎樣無情的對待他人 有時甚至連親人都不放過 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善惡兩面 雖然這事件的許多誘惑的確難以抗拒 但該如何衡量心中的善惡並踏出每一步正確的路 是我們在看完馬克白後能仔細思考的 那你們在馬克白之後看到了什麼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那如果喜歡成語的影片也別忘記按下訂閱鈕 也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你們的支持是有繼續創作的動力 有任何問題或任何想聽想看的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就說到這邊 我是陳語 我們下回再見